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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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一件还要卖这个 要不要来一件 吗 是 荷包蛋 你俩走一步 这个球子要走啥 那个老童就是你在家也是我的样子 哈喽 大家早上好呀 今天呢 是我们在日韩基严格义上的第一天 因为昨天就是坐了两个人飞机过来嘛 然后到这边check-in的时候已经下午大概三点多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怎么录vlog 昨天呢 因为我们是住在这个Santa Monica海滩的旁边 就之前有跟大家讲嘛 订错Airbnb了 我本来应该订四号开始的 但是我订成了五号 然后昨天想说可以去海上附近看看日落啊 什么的 我觉得去看看日落还是蛮好看的 但是我们第二次来 还是感觉跟下饺子一样 就人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还蛮有气氛的吧 甲板上有很多那种手艺人 画画的也有啊 变魔术的也有啊 还有很多传说中很凶猛的海鸥啊 之类的 大概坐了半个多小时吧 看了一看日落呀 放松一下心情 然后后来晚上我们就去吃了中国餐 我们这一天在游他心心电电的中餐 终于在LA得到了满足 吃到中餐感觉真的特特好 昨天还吃了我最爱的穿菜 然后我们今天呢打算去逛逛街 因为我昨天在晚上有查到就是 呃这边他们说有很多这种 很有意思的古着店 所以我在想说能不能套到一些 很乘心意的古着 所以今天打算去逛一逛 呃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跳着市场 但不一定 我们今天就是很free的一个行程 先去逛街 后面来得及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刚刚check了一下我们这次订的Airbnb 他离我们要去逛街的Mereals Avenue 四分钟拍车我记得 所以我们到现在先去check in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租的Airbnb啦 自带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院子 自带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院子 这是厕所 然后一个很小的小厨房 只能简单的烧水 然后冰箱跟微波炉 然后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它有点像他们后院的一个小客房吧 就没有带厅的那种 但是这边 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私人用的泳池 非常好看的小花园 还可以坐在这里吃早餐 然后他们自己是住在前面的屋子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厅 我们也是可以用的 到找一下光线的这里给大家拍一个视频 456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我们的地方 还有一个小小鬼 我们来聊聊一下 我们来聊聊聊聊天 我们来聊聊聊聊天 我们聊聊聊聊天 太一唱了 我聊聊聊天 太一唱了 而且是真的 这边竟然还要卖这个 要不要来一件吗 交通巡脑园 我们刚才在跳槽市场买了两小袋东西 一个是有点像那种扩香器 然后觉得那个YT的味道超级好闻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小的扩香器 然后买了一件很可爱的小衣服 因为LA最近天气晚还是有点冷嘛 买了一件小外套就买可爱的 是格子的 我们再去另外一个中午店去逛一逛 我们现在要去建一家 大家都说这家很好逛 我们现在就逛完看都买到什么好东西 看西洋冲冲冲 这里有一种 我发现了一个恐怖故事 我们看见了吗 皇帝类结肉 终于知道那些皇帝是怎么死的了 逼逼逼更惨 这边有人要把皇帝类结肉做成菜 我们刚才吃完雪冲汤 现在已经很晚了 终于来吃了毛桃 欣欣恋恋很久的雪冲汤 好吃是真的好吃 但等也等了真的久 我们等了多久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才吃 我的外面外哭被冻死了 LA的温差真的很大 中午穿短袖网他要穿大姨 我们现在在等他把车开出来 然后就回Airbnb啦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开来这边的丹麦小镇 本来是想去圣巴巴拉网的 然后因为看到攻略上面 他们说这边有一个丹麦小镇 所以就想来看一看 我今天感觉有一点冷清 可能是周一 没什么人 我们就来去Vidicenter拿一个丹麦 大麦小镇见在纽约附近才比较舒服 真的天气也太不大了 很好 主要这个箱下 荷包蛋 这个荷包蛋 在我这种群中真的很少穿 平常很少穿 可能真的很限制我的发挥 我也不知道 平常走路就是你知道 这个裙子 平常走一步这个裙子要走三步 它是有各个版本的豌豆工作 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它这边还是 就是小美人的这个故事是最多的 可能因为是最受欢迎的吧 这一步是大一步 这一步是大一步 楼下其实就是很商业化的书了 什么书都有买 但还是骗儿童书多一些 是 我真的很好悔 我们不应该去丹麦小镇的 我们应该直接来这边呢 圣巴巴拉真的比丹麦小镇 真的算太多了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圣巴巴拉的 库号室的最顶上 可以俯瞰这个城市的风景 高低错落的这种装瓦都超级好看 只能在这个 库号子上面拍拍照 就没有办法下去逛了 因为我已经都没有阳光了 估计如果开去海边可能还会有点阳光 好后悔啊 现在没办法啦 还要回去吃饭啦 好想再来 下次有度假什么再来吧 这次估计来不了 然后今天晚上跟那个missanti 约了吃饭 所以我们现在回去吃中餐了 吃听说是LA最好吃的四川菜 叫什么四川印象 成都印象 对 是四川印象 我们上次吃的是成都印象 我们上次吃的是四川印象 我们就知道是成都印象 反正就是印象就完事了 对其中一个印象 那么说很好吃 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 今天因为朋友临时有事 所以我今天拍了一整天的视频 给大家拍了一个年度彩妆嘴 你看到吗 后面都是彩妆品 现在已经几点了 现在已经三点半了 我们现在可能晚上跟朋友去吃个饭 因为他临时有事白天来不了 我想说那旅游也不能忘了给大家拍视频 先说那就赶紧给大家拍一下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啦 那住个街还是蛮开心的 感觉放松了一下心情 然后从雪山往到这边的海滩 LA的天气真的很好 我觉得住在LA的感觉 幸福感应该会比纽约强很多 不过那天我去逛了附近的古着店 我觉得如果是艺术类的 就比如潮流这类的 时尚这类的 LA可能我就选款上面 纽约会更符合我自己的品味一点点 LA感觉就比较偏潮牌一点 就是这边很多那种日本的潮牌 就很多链子 然后很大logo那种感觉 款式也是挺多 但都不太是我很喜欢的 所以我没有买很多 买了一两件吧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大概这次的行程 其实已经落下帷幕了 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 不过我们还有点工作没有完成 就是有些拍摄工作什么的 今天如果能完成的话 明天可能就有一整个整天 可以去到处逛一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在LA的最后一天 现在大概是我们这边的1点半左右 我今天一个早上都在工作 因为昨天没有完成 所以今天一大早拍起来 就各种拍摄之类的 然后刚刚我快到出门 在整理衣服 就毛涛说现在几点了 他骗我说快三点了 我吓死了 我想说5点多就吓上了 紧赶慢赶到车上就一看 1点半 因为我们今天只看日落 然后附近有一些小街道啊 小酒吧啊什么的 我们都还没有惯呢 所以今天就过去惯一惯拍拍照 结束我们在LA的最后一天 最后几天过得好无聊 因为都在工作 又没有在玩了 前几天在游他真的玩得非常开心 LA感觉就是有很多照要拍 然后很多东西要拍摄 整个Vlog也没有前面那么有趣了 我觉得 这就是洛杉矶人民的日常生活 躺在沙滩的躺椅下面 吃着Burger喝着饮料 羡慕吗 老头就是你在家也是什么样子 这个姿势看起来很苦 实际上很难摆 黄桃跑去看滑板了 他以前出发中的时候也是一个滑板boy 好久没玩了 但是还是很喜欢看人家玩 但是还是很喜欢看人家玩 哎呀又摔了 不沉一遍 年纪大一点的 都不穿防护的东西 防护就不 Warriors 找不沽就不 Все 会摔死啊 不会摔死啊 泥 这个刮 他不会撞不明眼了 这字是掉垃圾的 不会吧 都不会把它捡走吧 那个纸我吃了不好 走过去尾备掉了 反正剪了 我们来这个曼哈顿海滩,来看这边,这边都见得好漂亮,都是好窄的,看这个三层全部都是透明玻璃的阳台,有钱人的快乐真的是想象不到 这边的东西,这边的东西 这边的东西,这边的东西 大家早上好呀 今天是我们在加州的最后一天 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这个太阳 有点舍不得的 又要回到纽约 接受纽约的狂风的行李 我们已经差不多打包好了 现在要出发机场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